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非常好吃的老奶油蛋糕 好吃到停不下来的那种,喜欢的我们一起做吧 碗中加入30克玉米油,30克纯牛奶,给它搅拌至乳化 锅筛加入45克滴滴面粉化滴滴子型拌匀 拌匀后再加入3个蛋黄继续拌匀 3个蛋清中加入几滴柠檬汁,先给它打出大气泡 35克细砂糖一次性加入 直到打发到提筋蛋的气油小弯钩即可 取1%蛋白双方的面糊里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装入表花袋里边 给它垂直挤入烤盘当中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 再来做个咸奶油,把屏幕上方的所有食材 给它搅打至黄油体积明显变大 再加入200克淡奶油,分多次加入 每一次都要充分搅打均匀,再加下一次 装入表花袋 挤到蛋糕坯上面 两个为一组 表面也刷上一层奶油 上面再沾上一层全制奶粉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老奶油蛋糕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今天就要带来做一款做法级简单又超级好吃的肉松小面包 和面机中加入260克高丁面粉 30克棉白糖打入一个鸡蛋,9克鲜酵母 130克纯牛奶,其中揉面程序,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 20克维持软化好的黄油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盖上盖子,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醒面的过程中再来做个肉松馅 碗中加入120克肉松 40克黄油,40克沙拉酱 给它抓捏均匀,抓捏成团即可 把它大小平均分成6等份 形好的面胚按压排气 也大小平均分成6等份 在案板上滚圆,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给它擀成长方形大面片 给它翻个面 把刚才做好的肉松馅铺抹在1分之1处 再把1分之1处折过来 再用刮刀给它切分成8条 顶部不要切断 像视频中的手法给它拧成一个麻花状 底部用个擀面杖给它擀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一次摆入传型模具中 全部做好一次摆入烤盘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两倍大 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85度烤20分钟 中途上色满意,记得加盖锡纸 这样做法记点的又超级好吃的肉松面包就做好了 真的是零失败哦 喜欢的赶紧动手制作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无任何天涯剂的橘子软糖 自己在家做的也非常的抠谈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首先准备8毫皮的橘子500克 倒入榨汁机中给它榨成果汁 用蜜漏给它过筛到不沾小锅中 锅滤好放一旁备用 另取一个碗 碗中加入50克玉米淀粉,50克清水 给它搅拌成水淀粉,放一旁备用 小锅中加入20克细砂糖 200克水仪开大火给它煮至沸腾 再加入45克黄油,10克柠檬汁 煮到黄油完全融化 再倒入刚才做好的水淀粉,边倒边搅拌 开中小火熬制 最后熬制到像湿冰中的状态即可 千万不要炒过了 放到一个烤盘里,烤盘铺上细油纸 给它整理一下,上面盖上一层硅油纸 放一旁晾凉,晾凉后给它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块 上面给它裹上一层白砂糖或者是糖粉 这样非常抠缠的橘子软糖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给它密封装起来 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非常好吃又柔软的面包卷 里面加入了波兰肿面,面包味十足 密封保存起来放三天都不会硬的那种哦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先来和个波兰肿面 碗中加入150克高筋面粉 3克耐高糖酵母粉 150克纯牛奶 用筷子给它搅成无颗粒状的面糊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里发酵至一晚上 醒好的波兰肿面里面全是大蜂窝状 把它倒入和面机中 接下来再放煮面团 和面机中加入350克高筋面粉 80克白糖 25克奶粉 9克鲜酵母 打入两个鸡蛋 60克纯牛奶 起头揉面程序 再加入4克盐 40克黄油 继续起头揉面程序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把面机平均分成16等份 在案板上滚圆 盖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取一个松弛好的面团 给它搓成水滴状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三角形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底部扒薄 收口处收盐紧实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28x28的方形烤盘中 放入烤箱发酵至1.5倍大 形好的面盆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上面给它沾上一层白芝麻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65度 下火175度烤30分钟 中途上色满意 鸡的夹盖吸纸 这样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牛奶面包卷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超级好吃的肉松鸡沙酥 自己在家做的馅料十足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先来活个水油皮面 满中加入180克普通面粉 20克白糖 70克精水 先用筷子搅成棉絮状 再加入50克玉米油 下手给它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多揉一会儿 揉到面团特别光滑 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 接下来再活油酥面 碗中加入120克滴滴面粉 50克玉米油 给它搓成油酥面团 盖上保鲜膜放一旁松弛备用 准备12克咸蛋黄 喷高度白酒 送入天然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 烤8分钟 取出用料理机给它打碎 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50克肉松 250克白莲蓉 给它抓捏成团即可 大小平均分成30克一个 把它分成15等份 全部做好 摆入烤盘放一旁备用 把松弛好的水油皮面和油酥面 各分成15等份 取一个水油皮面 在手心中按扁 包上一个油酥面 全部包好 取一个面剂 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再取第一个面剂 几口朝上给它按扁 继续用擀面杖 给它擀成薄片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继续取第一个面剂 像视频中的手法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薄片 包上一个金砂酥馅 用虎口收拢法 收盐紧实 整理一下 全部做好 摆入烤盘当中 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撒上点白芝麻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中下层 上下火170度烤30分钟 这样表皮层层起酥 再搭配上肉松金砂酥馅 真的是太完美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动手制作吧 真的是超级好吃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带来做一款好看又好吃的蛋白糖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两个蛋清中加入几粒柠檬汁 20克白砂糖 用电动打烂器打发至油小尖角 放一旁被用 小锅中加入130克白砂糖 50克开水不要搅拌 主制沸腾大约在120度左右 关火缓慢的倒入蛋白霜里面 继续搅打均匀 把蛋白霜分为三份 分别滴入自己喜欢吃的食用色素 翻拌均匀后 装入带一个裱花盒的裱花袋中 垂直的给它挤入烤盘 送入天天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00度烤100分钟左右 哈喽大家好 昨天做的蛋黄饼干剩下的蛋白 今天就用剩下的蛋白 给大家分享一下蛋白糖的做法 水无油的碗中加入45克蛋清 加入几滴白醋 先用电动打烂器打出大气泡 30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一直打发到提起打烂器油小尖角即可 再过筛加入8克玉米淀粉 再用电动打烂器搅打均匀 把裱花袋里装进一个裱花嘴 再把蛋白装入裱花袋里 再大小均匀的挤入烤盘里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下火100度烤60分钟 取出来放凉 这样非常好吃 用酥脆的蛋白糖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有粉丝私信我 让我分享一下 紫薯奥利奥的雪妹娘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超级拉丝的紫薯奥利奥雪妹娘的做法 板中加入110克糯米粉 10克紫薯粉 40克玉米淀粉 30克白糖 20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用蜜漏过滤一下 盖上保鲜膜 水开即时蒸20分钟 蒸好趁热加40克黄油 趁热用硅胶尺把黄油揉进去 拿到案板上继续揉 揉到面团一按往回弹 晾凉以后把它分成40克一个的小鸡子 撒上一层熟的糯米粉 全部改成瓶备用 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加入300克黄奶油 30克白糖 用电动暖来器打发 打发至纹路清晰 装入表花袋 挤到雪妹娘的皮上 中间放上一层奥利奥碎 上面再挤上一层奶油 开始包 撑起来往中间对折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收口收紧 翻过来整理圆润 这样非常好吃的紫薯奥利奥雪妹娘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紫薯吐司面包的做法 蓬松轩软 既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碗中放270克高筋面粉 13克奶粉 40克白糖 3克酵母粉 打入一颗鸡蛋 115克清水 搅成棉絮状 拿到揉面垫上 搅成面团 揉出后膜状态 再加入2克盐 20克玉米油 继续上下推拉的方式 揉出薄薄的一层手套膜 放置容器里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紫薯去皮 切片 上锅蒸熟 压成泥 取150克紫薯泥 20克白糖 15克奶粉 10克蜂蜜 用手抓拌均匀 醒好的面胚 按压排气 用擀面罩把它擀成长方形 上面抹上一层紫薯馅 从一头把它卷起来 两边切两刀 像视频中这样把它摆好 卷起来 放入450克的吐司模具里 盖上保鲜膜 放微暖处 醒发至九分码 醒好的面胚 上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放烤箱下层上下火140度烤50分钟 这样非常好吃的吐司面包 就做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给个小爱心呗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用了两个鸡蛋 一碗面做了一堆的小麻花 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 碗中打入两个鸡蛋 20克白糖搅拌均匀 再加入190克左右的面粉 搅成絮状 活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松弛15分钟 把案板上抹上油 醒好的面把它搓成长条 用切面刀把它分割成同等的小剂子 把分好的小面剂取一个 把它搓成长条 两端对折 用手按住一端 另一只手上劲 劲满了给它再上劲 劲满了两端再对折 再给它拧两圈 再把小尾巴捏到另一个里边 油为五成热下锅炸 全程一定要小火炸 中间不停地翻动 炸到金黄 表面发映着麻花就做好了 鸡蛋和面 口感是酥脆的 一点都不硬 老人和孩子都能吃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收藏制作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开花大面包的做法 蓬松轩软柔软拉丝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跟我一起做吧 首先将和面鸡肉加入两个鸡蛋 三克酵母粉 四十克白糖 八十克纯牛奶 两百八十克高筋面粉 启动揉面程序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两克盐 三十克黄油 继续揉面 一直揉出薄薄的一层手套膜 把它各分成八个小面团 一个大面团 取其中一个大面团 把它擀成圆饼 模具里刷上油 放上一个小碗 先把擀好的面饼铺在里面 把小的面团一次摆入里面 擀上花单把它翻过来 最后把小碗取出来 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温暖处醒发至两倍的 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全蛋液 放烤箱中层上下火 一百五十度烤三十分钟 这样非常好吃的 开花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好伴 给个小爱心呗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